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是中国时报的部分 大国首都发声 六号六度指控水源说谎又偷钱 但强调从未参与赌博 以上是今天各大报的投办讯息 继续来看到的就是 北市餐厅保龄茶室 爆出一次食物中毒的案件 新北市已经有两例个案 用餐之后出现了恶心腹痛等等症状 其中一人死亡 而事件爆发之后 北市卫生局又在昨天晚间 陆续接获了不同医院的通报 有三名患者分别在19号 21号到保龄茶室 吃炒果条跟滑蛋和粉之后 有疑似食物中毒的症状 此外呢 也透过1999接获民众陈勤 有一家五口去过保龄茶室 吃炒果条 三个人出现了呕吐 无力跟喘的症状 其中一个人送医酒制 虽然个案的病况还要厘清 但有专家分析 可能是受到毒素侵犯 北市保龄茶室餐厅 实案疑云越扩越大 北市卫生局陆续接获 不同医院通报 有患者曾到保龄茶室用餐 出现疑似食物中毒症状 包含一名66岁男性 在19号去过该餐厅 吃了一份炒果条 症状包含腹泻 虚弱 症怠 送到医院急诊后 又转入加护病房救治 还有一名30岁男性 也是吃了果条后 开始恶心呕吐 另一位40岁男性吃的是华旦河粉 却也出现呕吐症怠症状 眼看事态越发严重 为福部跟北市卫生局同步启动调查 实案处主动就是邀请这个 保龄医师还有毒专家 会从这个台北市政卫生区 一起到现场 再做自己的检查 而北市卫生局也进一步指出 另有一家五口 透过1999陈情 也去过保龄茶室吃炒果条 其中三人出现呕吐无力传等症状 一名儿童症状较为严重 到万方医院挂急诊 而马基医院也通报 19号有一名女性疑似吃到河粉 导致食物中毒命危 但目前尚未确定是否也是到保龄茶室用餐 虽说个案的治病原因都还要厘清 但有专家分析 这很可能是毒素造成 看起来是比较像毒素 因为在很短的时间内 细菌还来不及生长 一个是细菌在食物里面产生的毒素 在一般的长温中摆太久了 它长了很多毒素 我们把它吃下去 一种可能是会不会有一些食品添加物 或者其他不小心混进去的毒素 到底是不是毒素导致这一连串食物中毒案件 就得检验结果来揭晓 接着我们的 这家马来西亚的素食餐厅保龄茶室 传出一次食物中毒造成了死亡的事件 卫生局接获通报之后 发现了22号有两位民众相约用餐 点了素食炒果条 当天晚上两个人出现腹泻的情况 其中一个人就病况严重 隔天到新北市联合医院就医 随后24号凌晨病情恶化 最后不明原因死亡 卫生局表示了24号前往保龄击茶 发现22号当天的食材并没有被留下来 而且发现了除工 没有检检报告 以及除具不解等等两大的缺失 要求业者限期改善 餐厅空荡荡 店门口摆出告示 消毒施工 26 27号停业 因为这里爆发疑似食品中毒事件 22号一名40岁女性男子 跟友人相约到原百姓益A13 保龄茶室餐厅用餐后 分别在当天晚间8点10点身体不适 其中女性友人恶心腹痛腹泻 到诊所检查还好症状轻微 但女性男子上吐下泻 隔日先到新北市联谊治疗 24号病情却急转直下 到马街医院抢救11个小时后 不明原因死亡 遭医院通报疑似食物中毒 疑似食品中毒的一个发生的时间 是在3月22日 那我们3月24日接到通报 当天已经没有同批的一个食余 餐厅本身就是缺乏工作人员的 健康检查的报告 而且有餐聚不解的情形 根据了解 两名个案食用的餐点 素食炒果条 里头有高丽菜 红洗菇 酱油 果条 以及香南液饮料 卫生纸表示 个案并未食用到海鲜或鸡蛋等 且业者宣称20到22号 共25人都点了这道菜 并未发现其他客人有异状 应该是说 要等到一个误的答案吧 有一次不就除了我们食物中毒 就在调查 究竟哪个环节出问题 北市卫生局正采集检体 包含橱公手部刀具等 将与就一民众检体进行比对 是否为相同并原剧 如果相同才能定调为食品中毒事件 卫生局预计结果在两周后出炉 但保龄茶室官网贴出 该分店31号租约到期 东区新展店地点未定 如今爆发食案隐忧 恐让品牌生育 蒙上隐隐 是总报道 早报讯息来看到 针对这起食物中毒的案件 有一名不具名的急诊医师推测 这个个案可能是因为 米酵酸 米酵菌酸的毒素所导致 米酵菌酸其实毒性超强 只要一毫克毒素就可能致命 在大陆地区就曾经爆发 多起凉拌木耳 核粉等等的中毒死亡事件 这名医师指出 米酵菌酸是来自保存不当的 发酵米及米类制品 也就是即使食物煮熟了 也不一定就可以避免中毒 入侵人体之后 毒素 瘫痪 立腺体 引发重症 在台湾是很少见的 此外米酵菌酸是毒素 并不是细菌 想要透过分泌物 粪便 培养等等检验 恐怕无法测出结果 再来看到日本食安问题 也是连环报 日本的卫森制造商 丸米也传出了一款卫森食品 疑似混入了蟑螂的物品 在日本有10万件流通市面 被要求全面回收 并且台湾也有进口 食药署证实 国内有输入同制造商的卫森产品 规格是325公克 有效期限是2024年的12月31号 一共输入了3.25公斤 换算下来大约是10盒 可能已经流入国内市场 一大匙卫森 搅入汤里拌匀 一碗热腾腾的卫森汤 让人看了食指大动 但广告中 这家日本食品公司 却爆出食安疑云 日本业者碗米制造的一款卫森 传出疑似混入蟑螂的物体 而且台湾也有进口 国内输入的资讯系统 国内输入业者确实有输入一批 总重量为3.25公斤 效期为113年12月31日的花美人味增 卫米公司贴出有问题的品项 包含650克及325克两种规格 如果你买到的是这款 并且尚未期限在2024年12月 标示后方有JR两个字母 可就要小心了 而台湾进口的这款味增 是325克的品项 换算下来也有10盒可能已经流入市面 这一批味增必须要预造 日本原厂的回收警讯 落实在台湾也要下架回收 不得贩售 网米公司也发出声明 经顾客反应有义乌混入 检查后发现其中混有一些昆虫 推测试蟑螂 虽然目前无法透过检查生产线 来确定污染途径 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 危害健康的通报 对消费者带来不变身表歉意 立刻召回日本国内10万多件问题产品 日本食品受到不少国人喜爱 食安风波却连环报 让人很难吃得安心 记者总报道 台北捷运车站出现了恶劣的嫌犯 他9天内两次出没 到处喷洒辣椒水 让数百人感到不舒服 有女学生狂咳持续10分钟之久 还完全不知道自己吸入了什么东西 警方一查才发现一名男子 在背后藏着辣椒水不断在捷运的大厅层跟月台喷洒 第一次捷运公司没通报 捷警现在只能等到他三度犯案 恐怕才能抓到人 男子一身黑大神首扶地到台北车站捷运大厅层 手吃辣椒水放在背后遮掩 偷偷摸摸自以为没人发现 接着喷出白色物状气体 不断在周围来回走动 进站后继续在月台狂洒乱喷 有女学生爆咳持续10分钟之久 觉得喉咙辣辣的吵恐怖 直呼差一点死在那里 因为完全不知道有没有毒 没人知道刺鼻气体有没有危险 吓到立刻跟站长反应 数百人不断疯狂咳嗽相当不舒服 警机通报捷运警察 调阅监视器后发现 嫌犯25号下午5点半左右 从台北捷运M8出口下去 一路喷洒辣椒水 接着再到大厅层绕了绕 搭乘红线往淡水方向 搭一站到中山站 就从3号出口离开 根本就像恐怖攻击一样 而且扩大调阅监视器 发现这名男子17号也有进出捷运站 也做出喷辣椒水的动作 连续两次犯案显然是故意 而且直到第二次才被发现 就怕第三次再来还是抓不到 嫌犯两次作案都算好 不用悠游卡都逃票 仅仅尾随其他人进出 增加追查上难度 第一次喷辣椒水没通报 再上门又被顺利逃过 台北车站全台最重要的交通枢纽 安全漏洞摆出 该救人如何安心 记者王上卫伦台北报道 有民众日前行驶在台24线 三地门民粹到处 却直击到一辆乡行车 在蜿蜒的山路上 平平逆向 甚至差点撞上对象的重击骑士 现在警方要开罚 而另外在台南则是有黑色的休旅车 不理让执行车 还疑似切西瓜左转 隐害有执行骑士反应不及自衰 休旅车驾驶竟然是直接开走 心境离谱 蜿蜒山道一辆白色乡行车 原本遵守规定行驶 没想到一进入隧道 突然变了样 只见乡行车 平平横跨双黄线 完全不甩对象车 有无车辆 驾驶看似把山路当成自家道路 不把安全当一回事 果然下一秒上演惊险瞬间 差那么一点 就要跟对象车道一辆重击相撞 幸好骑士反应快急闪逃过一劫 离谱情形就发生在台24线 三地门乡民隧道 当时白色乡行车在山道平平逆向 行驶到盲弯处还差点酿货 如今画面曝光 警方也将开罚 现在违规驾驶恐怕一共得吃上 最高三万七千八百元的罚单 而另外在台南则有驾驶 抢快酿货 绿灯一辆车辆纷纷纷行驶 只见一台休旅车不理让执行车 疑似切西瓜左转 执行车见状干净踩刹车 但有机车驾驶反应不及当场自摔 没想到看似闯祸的休旅车驾驶 趁机开丢也让人看傻 事发在安南区开安路 当时休旅车驾驶抢快不让执行车 还疑似切西瓜 眼看有执行歧视反应不及自摔 休旅车驾驶竟直接开走 现在警方也介入调查 两起行车乱象 如果酿成严重意外 恐怕不是罚钱就能了事 记者综合报道 救护车载送病患 却跟轿车相撞 整辆车90度侧翻滑行 事情发生在昨天上午快11点 台东旭一辆救护车行进入口时 跟一辆轿车发生了擦撞 整辆车失控冲撞 差一点撞进了加油站 车内的司机 照护员跟患者三个人 一度受困在车内 还好都没有生命危险 而轿车女驾驶事后声称说 她完全没听到救护的鸣笛声 白色轿车绿灯起步 却在路口跟迎面而来的救护车 发生擦撞 救护车随即失控 一路冲撞 整辆车90度侧翻滑行 撞歪电线杆 就连一旁加油站招牌 也被撞到掉落一块 更惊险的是当时救护车内有司机 照护员以及一名患者 三人一度受困卡在车内 附近民众见状赶紧报案 而救护员被救出来后 眼角血流不止 司机受到轻伤 患者虽然惊吓没有大碍 惊险车祸发生在台东市根深北路 无治航路口 26号上了快11点 救护车刚从布立台东医院 接一名病患 要前往花莲玉嶺医院 途冲却和轿车发生擦撞 幸好救护车内三人 轿车女驾驶都没有大碍 只是警报声到底 有没有想陷入罗生门 我昨天我没有放警报 我以为我回家就放警报 我要车回去 救护车司机说担心惊扰患者 一开始没有开警报器 但行进入口时有打开 不过女驾驶却表示 完全没有听到救护鸣笛声 车火详细情况 由待警方进一步理清 记得刘云祥台东报道 高雄有民众不满 日前走在轻轨旁的斑马线上 绿灯秒数被压缩 突然从10秒变成了2秒 一看发现原来是因为 有轻轨列车要通过 让他气得怒哄实在很危险 另外轻轨成员通车 才短短三个月 其中呢 湾仔内战就改名了三次 战民变来变去 也搞得民众乌萨萨 行人绿灯号制 明明还有10秒 女子行想用跑的肯定过得了 结果才2秒时间 瞬间变成红灯 汪卓一看原来是轻轨要过 一点都不觉得斑马线是安全 觉得是像行人地狱 高雄有民众不满 日前在轻轨梦时代站旁要过马路 因为列车要通过 导致号制秒数 突然被压缩 自己只能加快脚步 甚至还有行动不便的民众 因此暴露在危险中 有人就质疑 难道轻轨入拳比行人还大吗 轻轨应该要等吧 行人优先 就是行人的秒数停了之后 轻轨才能走 结果反应 交通局者回应 尽管有缩短绿灯时间 人会确保行人 可以走过行川线 才会转成红灯 不过回到现场 还是有不少人 无法顺利通过 不只号制 说变就变 被控诉很危险 转到湾子内站 名称三个月内就改了三次 也搞得当地民众 补沙沙 湾子内站最早叫顶山街站 后来改为大顺顶山站 才改成宪明 而上一站大顺民族站 前身也叫湾子内站 不断调整站名 就有乘客 因此下错站 希望能定一个名字 让大家都能Google到他们 非常的补沙沙 其实我接的 至少是来通的电话 是希望能够提供乘客 对于该站位置的 一个更好的一个辨识度 把民意代表也建议 能够保留该地民的历史意涵 平平更名 结果却适得其反 究竟有无提升辨识度 恐怕底在好好想象 有万家中全高雄报道 台北市北投知名的温泉会馆 连续两个礼拜 三度出现偷拍影片万流 累计的被害人 达到了四男六女十个人 由于这些影片 都是去年拍摄的 检警怀疑是温泉会馆 遭到有心人士社局报复 而重回到温泉会馆的现场发现了 偷拍的地点就在会馆的后方 门虽然没有上锁 但应该只有内部人员 才会知道这条小径 温泉会馆也发布声明道歉 承诺未来会负起环境安全责任 温泉会馆后面的小路 阶梯上布满杂草 简陋的铁门 没有上锁 也挡不住有心人硬闯 警察沿路搜 走到最后甚至没有路 只剩温泉管线 偷拍贼熟门熟路 就在这犯案 3月13号 一对情侣泡温泉 透过竹子缝隙被偷拍的四名影片 遭恶意上传网路 女子吓坏了赶快报案 警方一查 偷拍时间是去年1月 接下来两周内 偷拍影片陆续透过色情网站 还有各大平台曝光 又增加四个人报案 25号歹徒第三次上传影片 一次传两段 一共四男六女被偷拍 10个人受害 大概掉了多少层 这一半 我们以前贪污都从楼上排队 排到这里来的 因为我们楼上13间 现在都不用排队了 初步调查 偷拍犯案隔一年才PO上网路 嫌犯极有耐心的制造 追查时间断点 检警怀疑是针对性的报复 嫌犯透过Telegram 还有爆料公社的假账号上传影片 平台拒绝配合检警 也造成追查困难 温泉会馆加强侦测防范偷拍 也发表声明道歉 承诺未来会负起环境安全责任 案件涉及加重妨害秘密 散布违先物品 也触犯数位性暴力的 妨害性隐私罪 检警将两年内的员工 一并过滤清查 也询问约谈两名温泉会馆的干部 不排除嫌犯和温泉会馆 曾经有纠纷 持续追查恶劣投拍 记者刘慈阳新宇台北报导 早报讯息来看到中央银行 在21号决议升级半码 而中华邮政在昨天宣布了 今天开始调升各天期的存款利率 调升幅度为0.115%到0.13% 而中华邮政存款利率 跟诸多的政策性贷款利率联动 包括了公教人员 竹巢优利贷 以及保险业不动产投资 最低收益率等等将全数跟进上调 电费确定在4月份会调涨 烘焙业者也相当担忧 非常耗电的烤箱设备 可能会让大家吃不消 但没想到经济部却贴出了图卡 建议大家可以采用时间电价来计费 如此一来说每个月 可以省下超过1万7千元 省得比赚得多 不过也招民众狠批说 意思是要业者来加班 半夜烤面包嘛 香喷喷罗宋从烤箱出炉 外皮烤到金黄酥脆 让人看了口水直流 只是4月份就将迎来电费大涨 烤箱用电量极大 后备业者也开始担忧 吃不消 估算一年可能增加超过70万成本 业者苦不堪言 但经济部却发布最新图卡 建议备有烤箱设备的业者 可以改采用时间电价计费 跟实际帮业者试算 每天可以省下约570元电费 一个月就能省下超过1万7千元 省得还比涨得多 但却引来民众痛批 难道是要大家半夜加班 烤面包吗 要人凌晨不睡觉 去烤面包 重点是找不到人 如果会找到人 我们也很愿意配合人 直言经济部建议 实在不可行 而电费调整 不止商家怕撑不下去 地区一变也担忧 冲击盈域 就连消机会都发声明喊话 应该动涨或给予补助 应该会做通盘的检查 我们已经报告行政院 为副部长学任员 承诺以通报行政院通盘检讨 电费调整 前动层面大 各界反弹声浪 持续不断 接财同刘春伟台北报道 经济部水利署 已经调整了陶竹苗 及台中水勤灯号为绿灯 苗栗县的明德水库蓄水率 在昨天也跌破了四成 农业部农田水利署 将评估水库灌区 从下个月开始 采公寺停寺轮灌 至于南投日月潭 25号水位下探到了 743.15公尺 是今年首度跟满水位 落差超过5公尺 日晚处也随即启动了 第二阶段 码头服排脱离措施 以维护设施 以及油气的安全 苗栗的明德水库 蓄水率跌破四成 原本应该满水的水库 变成大池塘 四周围露出的黄土 一片干巴巴 水晴真的吃紧 如果再往下降 还不下雨的时候 是不是往外地的供应要减少 今年春雨偏少 未来降雨也不乐观 尽管春耕用水已过了高峰期 但水晴入不敷出 蓄水率直直落 县福甘津启动水库灌区 从4月4号开始 采公寺停寺的轮灌作业 更免费开放回收水 总量大概有2000吨左右 申请登记 它就可以去取水 另外在南投的日月潭 前一天水位持续下探到 743.15公尺 距离满水位相差5.33公尺 日管处未来安全起见 预警性启动第二阶段的 码头扶牌脱离措施 让不少载客游湖的游艇业者 有心忡忡 原本有四个扶牌 然后现在只剩下两个扶牌 会担心吗 当然会的 约在739.5公尺附近 逃不离封闭码头扶牌 日月潭在26号早上7点的观测 水位有稍稍回升 来到744.05公尺 蓄水率73.2% 台电表示 民生用水暂时不受影响 到732的时候才会有影响 那目前水位都还有 10米的一个高度 只是眼看外了一周 中部天气没有明确的降雨讯息 加上春更还没结束 日月潭水位恐怕在下跌 现在就盼四月有梅雨 溢柱为水库进补 民众也得解决用水 记者苗栗南投 做不到 外电消息的部分带您来看到 美国东岸大港 马里兰州巴尔蒂摩港的跨港大桥 当地时间26号凌晨 遭到一艘货轮撞击桥 桥身当场断裂坍塌 有件事画面显示 货轮在撞击前出现了故障 失去动力 船上的人员似乎无法操控船只 导致了意外的发生 索性船只有发出求救讯号 相关单位也立刻封桥 将伤害上降到最低 目前还是有六个人下落不明 救难人员正在持续搜救 悬挂新加坡国旗的达利号货轮 周二凌晨0点28分从巴尔蒂摩港起航 1点30分左右撞上跨港大桥前 至少两度停电 船上还冒烟 船只疑似发生电力故障 一度失去动力 船上人员无法操控船只 紧急向有关单位发出求救讯号 船只来不及停下 硬生生撞上桥墩 导致桥身断裂坍塌 桥梁倒塌时 共有八人落水 索性相关单位在事发前 及时阻止人车上桥 否则后果更为严重 桥梁倒塌引发锻炼危机 巴尔蒂摩港是全美汽车制造业的 重要进出口港 不少农产品和基建原料 也仰赖这座港口 如今通往港口的大桥坍塌 美东供应链出现危机 总统拜登已指示 先由联邦政府出资 尽速重建桥梁 刘勇为编译 一支中国车队在巴基斯坦 遭遇了刺杀炸弹的攻击 造成至少五位中国公民死亡 可以看见汽车在山谷里 熄火燃烧 冒出阵阵浓烟 事发在巴基斯坦 西北部的贝圣姆市 当地时间26号 一支从伊斯兰堡出发的中国车队 正要开往一座水坝工程的基地 不过行经当地时 突然间遭到一辆 载有炸弹的货车开车冲撞 并且当场引爆 造成了五名中国工程师 以及一名巴基斯坦失机的死亡 不过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组织声称犯案 中国方面也尚未发表评论 六月是不是可能再升息呢 央行表示要观察店家对于通口的影响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下雪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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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喔 这是在雪坡里面耶 要不要在这边拍张照啊 你干嘛打他啊 敬各位愿望达成 谢谢 有些人丢得很准耶 很多以前或许不太容易医师的疾病 或许现在可以得到一切医治 雪益却又是他们的一个必需品 医疗的一个使用量增加了 这个必需品当然需求量就越来越大 应该要反过来洗是一个问题 到底是因为我们的需求量 真的合理的这么多 还是因为热心目这么多血以后 临床的用血就没有去管制它 所以造成用量这么多 周六晚间八点 请锁定台式新闻台热线追踪 小麻丹魔女会使用怎样的魔法 小麻丹魔女斗圆咪 每周六下午五点至六点 一次看两集 你想当个健康快乐的人吗 跟着冠仪 吃着营养 动得灵活 活着健康 消费情报赞 每周一至周五 陪你健康生活 真简单 每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 台式最新八点总大戏 追踪成功 每个星期到八五晚上八点 请收看台式 追踪成功 大家好 我是郭文智 想陪着我们一起营业吗 派营业中第三季 周六晚上八点 请锁定台式主品 你年轻的都很欲白来的 我问你啦 我给你吵过一个 做似大不像似的似的似的 你做这个大型 有哪不是似的 你跟卉民用什么鸡婚手 你这个大型的同样 没男朋友就没男朋友 找个鸡的男朋友来 你现在用的这个 我哪是鸡 大家都在配合 每个人都是鸡 这家庭的对象是真的 早上时间7点28分 带您来关心天气 今天清晨 东北季风的影响 在北部跟东北部 还有东部地区 天气还是稍微凉一点 不过白天开始呢 东北季风要减弱了 北部的气温会稍微回升 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 大多是多云道晴的稳定天气 不过在东半部呢 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 紫外线指数 带您来看到今天 全台各地紫外线指数 还是蛮高的 都来到了橘色的 这个高量级以上 而澎湖呢 甚至出现了 红色的过量级 空气品质部分 今天环境风场呢 是东北东风到偏东风 仍然可能受到微量 境外污染物的影响 因为中南部呢 未处于下风处 污染物还是比较容易累积 看到了在中部 还有高平地区 空气品质出现 橘色提醒等级 来关心详细的天气预测 北台湾今天天气 大多是多云的天气 基隆双北平均温度 是17到25度 桃园新竹苗栗 云亮也偏多 17到26度 中台湾的部分 多云道晴 台中彰化南投 平均温度是19到28度 云林嘉义是19到29度 往南走台南 天气稳定22到28度 高雄屏东是23到31度 在东半部多云的天气 宜兰16到22度 华东地区18到25度 在外岛部分 连江跟金门 云量都是偏多的 连江13到16度 金门15到20度 澎湖阳光有机会露脸 20到23度 高雄的天空出现了 难得一见的天气景象 彩虹云 有民众直集了 按快门拍照记录 实际询问气象站 猜测可能是天气即将有变化 才会出现卷云 又称为是环地平湖 也就是大家俗称的 彩虹云 火彩虹 根据资料显示了 高雄地区连三天气温达到36度 已经转成了承德警示 而有民众是受不了了 到西子湾玩水 结果脚被沙子烫伤 好天气 蓝天高过太阳 一条条白云划破天气 惊喜的事 拉近一看 彩虹上间在白云里 这一幕被民众直集 纷纷按快门拍照记录 各种角度的彩虹云 有不同的美感 欣赏同时 当然也让大家很好奇 一起出现少了 开口我常常看着 都是天气要变化的问题 分分猜测可能是要变天了 彩虹云被目击地点 就在高雄陵园区 实际询问气象站 确实也跟天气变化相关 冰金折射之后 到达我们的眼睛 天气的转变的时候 确实是会有这个 卷云的行程 奇特警向 又叫做环地平湖 也就是俗称的火彩虹 行程条件通常是卷云层 所在的高度 至少要有2万英尺以上 冰金数量要够 而最关键因素 太阳照射角度 要正好为58度 3月底 高雄天气逐渐转热 有民众就受不了了 到西子湾玩水 脚底却被杀子烫伤 看得出来 外国籍男子表情很不舒服 海巡消防协助连忙 胶水降温 有汽水泡大约2级的一个烧烫伤 只是有那么夸张吗 原来根据中央切项署资料显示 高雄山林月梅26号出现37.1度高温 更是连续三天超过36度 转成成灯警示 季节交替 民众出门恐怕还是得多多注意 天气变化 接着就是下转告知不到 宜兰有民众在罗东转运站附近 发现有一栋位在透天错顶楼的割舍摇摇欲坠 不但铁皮底下的脚架袖石还断裂倾斜 生怕大风一来 整间割舍会砸下来 赶紧po文求助 眼前这栋透天错屋顶夹盖的铁皮割舍实在好可怕 铁皮屋脚架严重生锈 明显倾斜 从另一个角度看 远远望过去 整个向后倒看起来摇摇欲坠 附近住户看了实在心惊惊 令人担忧的割舍就位在宜兰罗东转运站附近 民众坡文表示 该栋透天错屋顶有间铁皮屋 看起来像是违剑 不但脚架袖石还断裂倾斜 就怕台风一来整个会砸下来 希望有人能帮忙反应 因为这样都没有再用了 我们一直想处理 因为都 像去年天气也没有很好 一直没有弄 我们也会尽快处理 屋主说现在已经没有养鸽子 铁皮屋也闲置已久 但实在因为天气问题 延宕处理进度 就怕真酿醇危险 宜兰县府表示将会派人到场了解 若涉及公共危险 屋主又没改善 将会开罚6到30万元 甚至必要时会要求拆除 确保安全 记得张凯婷 宜兰报导 真的是误会大了 高雄寿山动物园有一只可爱的河马 香香 突然侧躺把身体泡进水里 一动也不动 把游客吓了一大跳 这画面曝光 工作人员赶紧澄清说 河马香香没事 还原当时的情况 原来是水池换水 香香疑似是迫不及待的想泡水 才会直接侧躺等水位上升 逗趣的模样让网友笑翻了 直呼说差一点要念佛经了 员工捆胖嘟嘟的河马 泡在水里看起来好惬意 但拉近一看 河马怎么一动也不动 河马埋进水里 双眼紧闭 大肚子侧翻 浮在水面好几分钟 加上肤色惨白 看起来很不妙 有游客目击这一幕 简直下歪 火速通知园方人员 他是生病的 他是中暑 吃掉 真的好担心 但实际一看 原来是河马调皮了 没生病也没中暑 整只活跳跳在水里 游来又去依旧很活泼 汉民众湘建欢 好像在大喊免怕啦 原来这只河马 是高雄寿山动物园 大明星之一名叫香香 当时在水里还翻白肚 这玩笑真的开大了 实际了解原来香香 似乎是迫不及待想要泡水 才会直接侧躺等水位上升 水位还没有很高 就采用这个会侧身的方式 让自己可以漂浮 据了解河马其实很能憋气 可以泡在水里 四到五分钟不出来 身上的颜色则是河马汗水 会从透明渐渐转为菊红 还好可爱的香香平安无事 还能活蹦乱跳 须尽一场 记者综合报道 朱丽在新竹竹北的 清河塘三河院 已经有超过一甲子的历史了 不过当地居民认为老屋 早就被县府征收 作为教学相关用地 却疏于管理 不止部分的屋顶 坍塌回损 院内杂草丛生 还有不少垃圾 衍生蚊虫 隔壁又是幼儿园 让家长忧心忡忡 可能就是有流浪汉出入 四处都是酒瓶 然后垃圾 跟着镜头走进清河塘三河院 直见落叶门地杂草丛生 火房屋顶整片破洞坍塌 劳屋结构岌岌可危 来到屋内也可以看到 不少酒瓶垃圾 夏天的时候那蚊虫很多 一路之隔 跟那个幼儿园 这间助力在新竹竹北 超过一甲子的清河塘三河院 早就被县府征收 规划作为竹北高铁特区 文新国中的教学相关用地 老屋原先由文化局列管后 交给教育局管理 但当地居民质疑 老建筑是否长期缺乏 妥善整理 楼顶也是垮掉了 剩下一个圆墙而已 周边环境都是非常壮乱 幼儿园学生又多 三百多个学生 蚊虫又多 你知道他怎么善可 叫他怎么出来运动 此次的校舍整体规划设计 已经将清河堂的修复纳入 并期望将来能够作为 乡土教育及传承客家文化的 一文展能空间 县府表示目前客委会 已经在审核相关修缮补助 动工前会定期维持环境 不让有历史意义的老建筑 成为在地的安全隐忧 记者徐志千新处报导 因应四月的电价调涨 中央银行提前部署 上周意外升息拜码 六月是不是会再升息呢 洋行总裁杨金龙 今天赴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 报告中指出了 后续将关注电价调整 净零转型等等 对于通膨的影响 以及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动向 中国经济下行风险 国际原物料价格的变化 还有地缘政治的风险 极端气候等等对国内经济金融 情势的影响 会适时调整货币政策 行政院长陈建仁带领的 看守内阁周二表定 最后一次到立法院接受总质询 面对在野党立委一连串考题 陈建仁院长态度转映 还当面批评国民党立委很外行 不过中间也有一些小插曲 民进党立委王世坚 质询之后送上圣经 作为离别礼物 更在质询当中 问立法院长韩国瑜可以喝水吗 也在线多年前跟韩国瑜 喝水交战的画面 时间暂停 我也要喝点水 那个 主席我可不可以喝水 可以 那边是你的水 没有问题 请 直询到一半 美金党立委王世坚咳嗽不止 不过这画面回到七年前 似曾相识 主席时间暂停 我喝一口水 那我没有水啊 可以拿一杯给我 我也口干舌燥 你也可以喝口水啦 流氓也可以喝水啊 那我不喝了 因为我不是流氓 曾为喝水交战 这回反过来 王世坚直呼 或多或少是天意 所以这应验了一句话啦 人在江湖 早晚要还的啦 有送礼习惯的王世坚 这回当然也准备小礼物 院长 这次是你在我们大院 最后一天的备巡 在最后这十一秒钟 我要送给陈院长 一份离别的礼物 一本圣经 外加四个字 珍重 再见 面对同党议员的温情 陈建仁遇到战野党 态度强硬 尤其是太平岛 本来就是中华民国的民土 所以 除非你否定 太平岛是不是 中华民国国土 要不的话 你为什么要去做 任何的demonstration呢 对各个考题有备而来 更对国民党立委 廖伟祥 推动修法调整 健保点数的内容 直呼这说法 像是门外汉 我觉得你完全不懂 什么叫做 健保的点数啦 你这样的情绪 有点外行 一年市政经验 大人跟摇身一变 用心理答询 也为最后总质询 画下句点 接着台北中华报道 年度任务完成 苗栗通宵 白沙屯妈祖 南下北港竞销 历时九天八夜 徒步来回走过三百公里 近十八万名 相登角 相伴妈祖 而妈祖乘坐的 粉红超跑 不仅到达了南章话 云林山线 成为了两百年来 前所未见的竞销路线 近火书文 更是多达一千张 动用了五百人送读 也成为创举 昨天下午回宫时 人潮更是挤爆了 整个通宵阵 预计超过二十万人 陪妈祖回家 也创下了空前记录 在信徒热情的高喊声中 妈祖乱叫三进三退 重进大定安座 上万名相登角 把庙内庙外挤得水泄不通 整条马路长长人龙 看不到尽头 就为了在开炉前 先堵妈祖圣言 而在妈祖回宫路上 上百川鞭炮 只炮齐发 鞭炮声响称云霄 尤其来求冒员前 空地换教时 上万名信徒挤爆台一线 场面更是壮观 进入 进入 第一次 然后也没看过 跟着来一起 看他怎么换教这样 那个感觉就是很好 看到妈祖很高兴 很兴奋 白沙团妈祖南下北港进香 九天八夜来回走了 三百公里长征 今年报名人数将近十八万人 创下史上新高 加上沿途加入的 破二十万人跟随 马祖马祖 马祖 马祖 马祖进香路线不固定 完全叫马祖 轮轿指引 棍中停驾四伏 灵感事迹 感动众多信徒 一年一度的 马祖盛事 在欢呼声中 画下圆满据点 大家相约 明年见 全球首座的七龙竹乐园 将落脚烧地阿拉伯 休息下更多信息 马上回来 海兵融化 够大的话 它就像海啸鱼 高高高 停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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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就到处都可以 所以容易撞到 其实更差 海洋枯竭 从北极到台湾 从冰川到海洋 海事团队徒步冰河 潜入海底 目击全球暖化的冲击 请锁定地球的极限 马术园艺建构乐林 自信生活 有那种港北上 我这次人不要站过去 回去跟他孙子讲 阿嬷站过去 你看他有心情的喜悦 全家乐起来 音乐舞蹈 深入生活 科技结合人本 点亮长昼路 我们系统就会自动有一个政策 然后我们就会去做后面的追踪 跟了解 那能够第一时间了解 长辈在家里面的安全状况 敬请锁定 好家好家 六星级的日式料理的装潢 这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来鱿鱼庚店 去参观它的装潢 小卷 十五分钟不要跟我讲话 这个叉烧好蒸啊 来咯 听听不懂 酸花折去炸成米 酱里面加了芒果 这么好吃 这个没有芒果就很比较 对啊 新一季发现科学来咯 这一区呢 长期模拟海洋酸化 全新单元行动实验室 你现在也可以远端来操控机器人了 草原萌马翔 这个是它的牙齿 带您直击科学家的实验基地 轻松了解科学家的研究内容 生活晚科学 解密日常生活小知识 用深入浅出的方式 带您探索科学新知 体验生活科学 周日晚间八点半 请锁定台式新闻台 发现科学 导播讯息来关心日本内阁会议 26号批准正与英国跟意大利 共同开发的新一代战机 未来可以有条件对第三国出口 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九大城会议也配合修改 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运动方针 尽管是以个案方式解禁 但日本松绑武器出口的自我限制 对于未来国内防卫产业的发展 以及深化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军事合作 都迈出了一大步 美国英国跟纽西兰 联手指控中国当局资助骇客网工 入侵英国选举委员会系统 并且针对英国跟美国议员 白宫官员 还有美国企业 以及纽西兰国会等等 发动网络攻击 以美双方宣布了制裁两位中国公民 跟一间武汉的科技公司 指控他们跟骇客组织APT31有关 这个组织被认定是 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分支机构 而中方则是严重否认 扬言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维护权益 英国和美国联手制裁两位中国公民 和一间武汉科技公司 指控他们跟2021年到22年间的多起骇客网工有关 包括在英国侵入选举委员会系统 窃取4000万选民资料 并针对国会议员发动网络侦查 另外在美国也锁定参议员 白宫和司法部人员 竞选工作人员及美国企业进行网工 美方同时也起诉7名中国骇客 而这一系列网工和骇客组织APT31有关 被认为是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分支机构 同样在五眼情报联盟中的纽西兰 也跟进指控中国当局资助骇客攻击纽西兰国会 但不会追随英美脚部实施制裁 已向中国外长王毅表达担忧 而中方对于种种指控当然矢口否认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已向美及相关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将采取必要措施 维护中方的合法权益 中方扬言采取必要措施回击 西方国家和中国的网络战争恐怕越演越烈 六位好逼 南韩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会李在明 22号执疑隐习院政府的对中政策 强调台湾跟中国的问题如何发展都跟南韩无关 而言论一出引发了热议 执政党国民力量批评李在明并没有安保的概念 也透露出共同民主党屈服于中国的态度 南韩国会大选在4月10号要登场 对中议题也成为选战的关键议题 南韩4月将举行国会大选 最近各党候选人积极扫接败票 南韩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魁李在明 22号上街演说批评执政党的对中政策 言论引发热议 李在明公开质疑引习越政府介入台海冲突的必要性 强调台湾跟中国的问题如何发展都跟南韩无关 没必要态度强硬选边站 共同民主党也提到中国是南韩最大的贸易国 恶化中韩关系也可能加剧经济衰退 李在明正义言论一出 立刻遭到执政党国民力量攻击 批评李在明的发言过于轻率 缺乏安保观念 也透露出共同民主党屈服于中国的态度 质疑如果未来都要看中国脸色做事 能否在外交上维护南韩国家利益跟国格 目前李在明没有出面回忆争议 党内代表则出面缓夹 表示这样的说法是为了让民众容易理解 不代表他们屈服中国 南韩两大党针对中国外交政策交锋 可见是这次选举的关键议题 南韩政府部分人士也提议修法 限制国内永久居留中国人的投票权 在野党批评政府试图激起反中情绪 综合报道 作品《七龙珠》影响五远佛界 沙烏地阿拉伯预计推出大型的主题乐园 将幅画分为七大园区 设置30个以上的游乐设施 园区中央还会有一座17层楼高的神龙雕像 将会成为全球粉丝的朝圣地点 另一方面秘鲁的艺术家们 共同创作大型的壁画 向过世的作者鸟山明致敬 不只是漫画角色 就连鸟山明的画像都微妙微笑 小朋友模仿龟派气功对打 漫画七龙珠对各个世代影响深远 如今儿时的回忆将化为现实 沙烏地阿拉伯将打造全球首座 七龙珠主题乐园 预计占地50万平方公尺 约一个台北市立动物园大 将划分为七大园区 至少30个游乐设施 园区中央将设置一尊 17层楼高的神龙 宣传影片目眩神迷 主题乐园也将成为 全球粉丝的朝圣地点 为了纪念不久前过世的 七龙珠作者鸟山明 45位艺术家共同创作 堪称是秘鲁最大壁画之一 这幅壁画长110公尺 高7公尺 花费11天完成 总共使用300多公升油漆 500多罐喷雾 不只是漫画角色 连作者鸟山明的画像 也微妙微笑 回忆倦勇 不只是对作品七龙珠 也是对刘氏的童年 现场剧集粉丝拍照留念 向经典作品致敬 也追忆年少时光 综合报导 每周六晚间十点 开示华丽气承车行 不可能 怎么那么好 出来逛街 不可能 不可能这么开心 每次爽完之后 最后有一些什么 来了 看到了 请完成工作人的心愿 供应美味用丰盛的圆风餐 明天留素卵兄弟煮给你们吃 米饭煮太干了吧 真的要吃饭 这样 第一组要走了 第一组已经要走了 先给他们变大 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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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几个 感谢大臣宝金冠名播出 新一季发现科学来咯 这一区长期模拟海洋酸化 全新单元行动实验室 你现在也可以远端来操控机器人了 草原某马俠 这个是它的牙齿 带您直击科学家的实验基地 轻松了解科学家的研究内容 生活完科学 解密日常生活小知识 用深入浅出的方式 带您探索科学新知 体验生活科学 周日晚间八点半 请锁定台式新闻台 发现科学 每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台式八点档大戏追分成功 每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 车上看台式追分成功 大家好 我是亚原浩 想陪着我们一起营业吗 嗨营业中第三季 周六晚间八点 请锁定台式主意 四十多个老百点 就发生长大戏 我应该 anda 你小在学都做黑白來的 我也要你啦 我有一个 怂过一个 做十大 不像一个十大 你做这个大戏 我才不是砍 你跟外面用什么嫁婚手 你这个大戏也同ью人 没男朋友就没男朋友 找个嫁的男朋友来 你現在又拿个嫁婚了 如果是嫁 大家都在 很多以前或许 不太容易医治的疾病 或许现在可以得到一些致致 血液却又是他们的一个必需品 医疗的一个使用量增加了 这个必需品当然需求量就越来越大 该要反过来显示一个问题 到底是因为我们的需求量 真的合理的这么多 还是因为热心目这么多血以后 临床的用血就没有去管制它 所以造成用量这么多 周六晚间八点 请锁定台式新闻台 热线追踪 导播讯息带您来关心 卫福部机关署在昨天宣布了 除了高风险对象之外 65岁以上的机构住民 以及洗肾患者等等两类的对象 公废接种13架结核型肺炎链求菌疫苗之后 陆续接种23架多糖体疫苗的间隔期 由原本至少的一年 要缩短为至少是8周 新智已经上路 预估有12万人可以使用 抽刀鱼也陷入了食安风暴 是要数在边境拦截到一批 来自日本的被干抽刀鱼结 里头含有一级致癌物 超标将近40倍 全数退运销毁 又有进口食品被减出致癌物质 这回是来自日本熊本的被干抽刀鱼结 由彩经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进口来台 但在边境检验中 就被发现含有一级致癌物本篇比 每公斤达80.6微克 超标将近40倍 总共50公斤 统统遭退运销毁 会由一般抽刀鱼 调整为加强抽刀鱼 这是同产地同号列 近6个月以来 第一次的不合格情形 食药署得加强检验 避免诱有漏网之余 而本篇比属于多环方箱族 碳氢化合物 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 列为第一级致癌物 虽然在人体中可透过代谢排除 但长期慢性曝露 仍有致癌危险 经由口鼻吸入 恐怕会诱发肺部癌症 要是吃下肚的话 则可能会导致食道癌 胃癌等肠胃道癌症 至于苏丹红辣椒粉 食安风暴还没完 食药署又在边境拦截到 环球食品商行 从中国输入的两批辣椒粉 也含苏丹色素3号 总计1万公斤全数销毁 寄出最严管制 避免又有问题商品偷偷闯关 这纵报道 天空扫酒 出来无声发病啊 什么情形啊 身体不用故事不用说 就拌头里面生一个拍咪白痴 说我水鬼 每周六晚间十点 台式华丽继承车行 下雪了 下雪 好美喔 真是在雪坡里面 要不要在这边拍张照啊 你干嘛打他 敬各位愿望达成 谢谢 有的人丢得很准耶 很多以前或许不太容易医师的疾病 或许现在可以得到一些医治 雪益却又是他们的一个必需品 医疗的一个使用量增加了 这个必需品当然需求量就越来越大 应该要反过来洗是一个问题 到底是因为我们的需求量 真的合理的这么多 还是因为热心目这么多血以后 临床的用血就没有去管制它 所以造成用量这么多 周六晚间八点 请锁定台式新闻台 热线追踪 我们两两PK需要用跆拳道腰带 套住敌方身体 率先成功的人即可得分 好 预备预备 他们好像会打架耶 老爷别家好像富人好在花园玩耶 真的耶 原外不在 怎么他们两人玩 很开心 是不是 小心 小心 往后 没事 没事 他要跳到 他要跳到 他怎么跳到的 我去削 OK 等一下 要跳了 什么 生气 生气 他脾气很大 本节目由荆棘生物纤维 验膜 冠名赞助 海滴融化 如果不大的话 它是不是像海啸鱼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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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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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容易撞到 其实更加强 海洋枯竭 从北极到台湾 从冰川到海洋 还是团队徒步冰河 潜入海底 目击全球暖化的冲击 请锁定地球的极限 马术园艺建构乐林自信生活 有那种港北上 我这些人 一年一度的澎湖花火节 将在5月2号要热闹登场 今年主题同样很吸睛 击守25周年的日本动漫航海王 并且搭载无人机的演出 更令人期待的是 迎接花火节 迈入第22周年 丑度将花火节延长 释放到7月底 要抢工暑假商机 丹麦乐高乐园的 佩佩珠专区 上周末开幕了 资议很多家长 带着小朋友前来同乐 新闻最后 带您快来看看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早安您好 台式新闻 我是红奈荣 也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 我们再会 感谢您好 马术园艺建构乐林 自信生活 有的那种港北上 我这次人不要骑过买 回去跟他孙子讲 阿嬷骑过买 你看他有心情的喜悦 全家乐起来 音乐舞蹈深入生活 你还比我比较早 我可以在这儿跳 我希望在这里跳 感谢观看